有什么进步啊 我忘去礼乐了 很好 但还不够啊 老师 我又有进步了 有什么进步啊 我又忘掉仁义了 很好 但还不够 老师 我又有进步了 你是 怎么个进步法 我作望 当下忘我了 什么叫作望啊 不用耳目的聪明 忘去形体 忘去心智 是心中空明 万物生灭 让它许来 这叫作望 嗯 很好 让我也来向你学习 考改人为的理乐仁义 弃绝自我的观点 心无牵挂 把自己完全融入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 啊 子羽 子桑是好朋友 有一次 连下了几十天的鱼 子羽带了钱包去看子桑 父亲啊 母亲啊 天哪 人哪 你怎么了 我病了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 是谁使我如此的穷困呢 是父母 是天地吗 父母对我没有私心 天地就对我更没有私心了 那么我的穷困是不是病中注定的呢 人所无法选择的遭遇叫作命 你生下来是个王子 乞丐 这是人力无法决定的 人必须安命 以道为由 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的代表 庄子可以说是继承老子之道 他们的学说本源相同 都是认为天下万物 源于道 道就是自然之理 因此人要顺应道 即顺应自然 不要妄加作为 因为人为的事物 只会伤害本性 而道是一种抽象之物 无形无体 人看不见 听不着 摸不到 只能用心感受 庄子园故事之堂必挡车 我说主任 这间公司对我们提出的条件 非常的不合理 我要把它给收购过来 但是对方的规模 比我们要大几十倍啊 这样的话我怕 你怕个屁啊 去吧 快点 我真是自不量力啊 太冲通了 老板啊 我们的现金全投放在收购上 现在公司营运不了了 这回我可真是自不量力啊 我给你把塘臂当车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